三立新闻 吴昆宇 南投报道 好 今年的国云千抽出来呢 看起来洋年 台湾的运势应该还不错 那包括现在连生活佛呢 也预测台湾今年的代表字 就是曙光的数字 代表呢 这光明即将到来 台湾今年一切都会进入佳境 信徒排队领取连生活佛 加持过的新年福袋 不分老少互到新年恭喜 福袋礼放的是加持之后的 护身佛牌 据说可以吉祥一整年 你这个护身牌的意义就是 你挂在身上 可以保护你今年洋年 在这一年之中 都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希望汉信徒结缘 只要到雷藏寺都能免费索取 而连生活佛去年帮台湾 打了40分不及格的分数 但他预测今年台湾分数是60分 刚好及格 60分 60分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一个整个国际局势是这个样子 从全球局势看台湾现况 连声活佛说分数60分已经算是不错了 他也预测今年台湾代表字是树光的树 代表一切将慢慢变好 应该在政治上会有大的这个革新 然后在经济上也有大的发展 在整个社会上也会比较安定 连生活佛卢盛宴大年初一主持其法会 吸引大批信徒前来走春 讨吉利 三地新闻吴坤宇南投报道 好过年出去玩 大家要把握明天的好天气 因为星期天开始呢 风面要来报道 天气又要变天了 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